心烦心乱,失眠冬梦 肾气不足,阳气不足,体寒怕冷 大家好,我是五一张鹏 今天教大家电脚机长来去调理以上这些问题 这个视频大家可以点赞收藏分享给有需要的人 在我们练习动作的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,我会为你解答 好,首先我们做这个动作 把两脚分开,微微的自然的站立,放松 也就是说垫脚的时候呢,用我们的脚掌之地 脚跟垫起来,整个身体保持正直 眼睛看向前方,这是自然的落下 大家做这个动作,落下的时候呢 我们的嘴呢,闭上牙齿扣紧,舌尖底上颚 就是闭上以后呢,牙齿扣紧,舌尖底上颚 好,看我们的手怎么做 当你垫脚的时候呢,手先打开 左手是掌,右手是拳,击打 击打我们的手心,好,落下来 回来,回来以后呢,两个手全变掌 再起来的时候呢,右手变掌 左手击打你的右手的手心 好,这样 交替,好,大家看完了一个动作的要领 开始 一,放下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很轻松 牙齿扣紧 我们做的时候呢,也就是说你去击打的是什么 有你的河谷,呃,拳一眼这个地方 击打你的劳工去新火 像一些心烦意乱呀 经常的烦躁的,失眠的家人们多么的要好好的做 当我们垫脚道以后呢,可以疏通我们的腿部 增强肾气 疏通我们的膀胱经,增强你的氧气 体寒怕冷,失去中的家人们要坚持去做 好,这个动作呢,可以让你的心和肾 它两个进行调节 每天坚持做一百下 做完一百下以后呢,记得喝一点热水 坚持去做,效果才会更好 这个动作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想学习更多的养人运动 点击短角,关注我 在恋爱的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,我会为你解答